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探索新世界第七十七 现在咱们在这养牛场拿上一些皮革 但是收集到的皮革还是有点少呀 所以咱们还是跑回造次间这边 用机械胶囊给它刷上一些吧 刷完这一次就不刷了 数量应该是够了 那咱们还是快速的跑到自动熔炉这边来吧 电线应该快烧制好了 已经烧了十个,那全部拿上 哎呀,背包已经满了 材料都掉在熔炉的旁边了 那得在储物箱这边整理一下了 好嘞,整理完就拿上它们了 然后拿出创造锤,开始来制作其他材料了 先来制作两个区域复制方块 然后再制作一些空白卷轴 不过两个区域复制方块 数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那咱们再刷上一些吧 OKOK,已经刷了很多区域复制方块了 那把一些留在身上 把一些就放进个储物箱里面 好嘞,接下来咱们来做一个大工程了 那就是我准备在广场前面这一片海域 挖一个大深坑一直通到地底下 这个深坑有什么作用呢 稍后完成了,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从这个角落 往外延伸搭建岩石砖 我准备来搭建一个正方形的外围 当然,这外围的尺寸 不能超过64x64个方格哦 因为稍后咱们是需要用到区域复制方块的 如果超过64x64的部分 咱们就复制不了了 好嘞,已经搞定一条边缘了 这一条的长度 我给它弄了63个方块 那接下来 咱们就再往横的方向 再给它搭建63个方格 然后就是这最后一条边缘了 从这个角落继续往外延伸搭建 好像游在这水面这样搭建过来 也是蛮有效率的 好嘞,累死我了 总算是把这个外围给搞定了 咱们再直接飞到天上 来参观参观一下吧 哇塞哇塞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了 到时候咱们的深坑范围也是这么大哦 到时候就是从这里直接往下挖 呃,我估计有小伙伴会问 这个区域的水那么多 怎么消除掉呀 嘿嘿,那接下来 就需要用到水道蓝图了 咱们跑到这水里 先在这个角落放上一个区域复制方块 然后就再跑回去那边的角落 也放上一个区域复制方块 来到这边 拆掉一个方块 把区域复制方块放上去 接下来 再把区域复制方块后面的方块也敲掉 然后放上一个蓝图工作台 哎呀,糟糕 我怎么感觉复制错了呀 那好吧 有点浪费材料了 把工作台拆掉 重新来吧 先来把这几个缺口给补掉 然后从这个边缘 开始搭建一排岩石砖过去 现在咱们要重新搞一个外框了 因为刚刚搭建好的外框 咱们一复制的话 会把静态水也复制到的 所以得在原先的那个外框上面 再搞一圈外框了 哎呀 手动搭建这一圈 其实也是挺费时的 没办法 撸起袖子 赶紧搭建吧 哎呀妈 累死我了 可算是快搭建好了 回到这边角落 放上一个区域复制方块 然后咱们再开着小坦克 快速的跑到对角那边去 来到对角 直接放上区域复制方块 然后咱们再站到这个复制方块上面来 在它后面 放上一个蓝图工作台 再把空白卷轴也给填进去 那就给蓝图取个名字叫做 岩石外框 接下来 在这个角落的水里面 放上一个复制方块 然后同样的 咱们开着小坦克 去到对角 把另外一个区域复制方块 也给它放出来 小伙伴们 你们应该看得出 这一次 我是要复制一圈静态水吧 因为只有做了静态水蓝图 稍后咱们才能制作动态水到蓝图 好嘞 来到这边角落 也放上一个 然后再下来 把这下面两个方块都敲掉 再复制方块后面 放上蓝图工作台 继续放进空白卷轴 然后取个名字 就叫水到吧